三十多个法律界人士访经 与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会面 提出在香港推出反港独法 有份出席的大律师马恩国 在会后引述指 基本法委员会政府主任李飞和张荣迅 高度评价他们提出实施反港独法的建议 可以试一下是否可以在18条3立入 或者是18条4如果真的违宪 18条3违宪的话是18条4立入 或者是如果真的最终不行 就是要根据这个23条香港自行立法 但到底详细到怎么样去斟酌条文内容 和18条到底是不是违宪或者合宪 这个争议或者这个问题 我们就真的没有详细讨论 另外今年是基本法颁布25周年 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 指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基本法和宪法是指法和无法的关系 要认清根本事实才可以厘清中央全面管治权 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法律边界 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句基本法作出831决定才可以分辨企图将两制凌鸣于一国之上的险恶用心 而网图挑战 背离 或者曲解基本法 香港就会永无宁日 文章有自己去年佔中非法集会 或者近期反水货客暴力脱罪行为 乃至一些人酝酿辞职公投 和全民投票的政治图谋 都是漠视基本法 破坏法治 禍港乱港 如果普选方案最终被否决 香港民主发展将会原地踏步 社会撕裂 矛盾激化 无线电视机就是一阵施庭报道